從KTV衝出來 外頭槍聲大作 其他來唱歌的民眾都嚇傻了 一群員警衝出門外 迅速將鬥歐民眾逮捕 竟然還有人敢大聲嗆緊 怎麼樣 講不行是不是 講不行是不是 沒有 拜... 拜...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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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聲音 現場所有人遭壓制尚號 一旁有人不斷緩夾 嗆緊聲音卻沒停過 發生什麼事 時間到回幾分鐘前 新北市樹林這間KTV 一群人一言不合 從店裡打到店外 就算遠景在場連拖帶拉 後面的人跟著補拳補腳 好不停勸阻 將近20人大亂鬥 快打部隊到場也攔不住 警方最後只好對空連開三槍 眾人才稍微冷靜 原來兩邊人馬各自約在KTV 一邊慶聲一邊聚餐 剛好部分人認識 敬酒祝福卻爆發口角 也變成肢體衝突 因為慶聲的人可能還有朋友來 在樓下講話可能有挑釁的口語 讓那個要走的那一方不高興 所以才起衝突 警方逮捕18人全以傷害罪法辦 當中還有4人對遠景拳腳攻擊 髒話辱罵 還吃上妨礙公務罪 原本該是歡樂慶聲的場合 幾杯黃湯下肚 動口又動手 連壽星都進派出所 這個生日恐怕一點都不快樂 這是楊宗憲的主觀在新北市報導